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为特殊学校女教师圆梦送牛奶 引发热议 网友,颖宝太棒了 最近,赵丽颖再次展现了她的公益之心 她默默地为特殊学校的女教师们送去了牛奶 为她们圆梦,祝愿她们健康活力,无谓前行 这一举动虽然看似微不足道 但却充满了关爱和尊重 让特殊学校的女教师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敬佩和感动 她们称赞赵丽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 用实际行动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她的正能量和善举让人们肃然起敬 热泪盈眶 还有网友表示 盈宝真的太棒了 人美心善 赵丽颖的公益行为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捐赠 更是一种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呼吁 她用自己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特殊教育事业 为这些特殊孩子们的未来贡献一份力量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者 她不仅在特殊学校女教师圆梦活动中展现了她的善心 还在其他多个公益项目中留下了她的身影 无论是河北受灾时的第一时间送去物资 还是专程用手语回复粉丝 都体现了她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关爱 赵丽颖的善举让人们想起了那句古话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在娱乐圈的辉煌背后 她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和善良的心 用自己的力量去温暖和帮助更多的人 而赵丽颖的公益精神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 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担当 她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关爱与尊重 为特殊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她的善举激励着更多的人加入 到公益事业的行列中来 共同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娱乐圈中 赵丽颖如同一束温暖的阳光 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 真正的美丽和善良 让人们看到了公益事业的力量和价值 她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演员 更是一个有爱心 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 小编觉得 赵丽颖的善举不仅仅温暖了 特殊学校女教师们的心田 更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她用自己的力量传递着正能量和温暖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公益事业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2.赵丽颖 青春活力的学生角色演绎出无限魅力 赵丽颖 这位在演艺圈中备受瞩目的实力派女演员 以其卓越的演技和精湛的人物塑造能力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深深喜爱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她都能将角色的内心情感刻画得细腻入微 让人感同身受 今天 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赵丽颖在影视剧中塑造的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角色 感受她带给我们的独特魅力 在电视剧加油吧实习生中 赵丽颖出色地饰演了实习生宋暖一角 她将这个出入职场的年轻女孩塑造得饱满而立体 无论是面对职场的种种挑战 还是与同事之间的互动 都展现出了她坚韧不拔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赵丽颖凭借精湛的演技 将宋暖的成长与蜕变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职场新人形象 而在电影《女汉子真爱公式》中 赵丽颖则化身为性格豪爽的女学霸何修武 她所饰演的何修武不仅学业出众 更是一个敢于追求真爱的女孩 她用自己独特的真爱公式寻找着完美的恋人 展现出了赵丽颖对于角色性格的深入理解和细腻把握 影片中的何修武让观众们捧腹大笑的同时 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谛和对于真爱的执着追求 回顾赵丽颖所塑造的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角色 我们不禁为她的演技和人物塑造能力所折服 无论是宋暖还是何修武 她们都展现了赵丽颖对于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湛演技 这些角色不仅成为了我们心中的经典形象 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赵丽颖作为演员的独特魅力 她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青春活力 让人为之倾倒 那么在这些角色中你更喜欢哪一位呢 是勤奋努力的宋暖还是性格豪爽的何修武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 但无论如何赵丽颖都以其出色的演技和人物塑造能力 为我们带来了无数难忘的经典形象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未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吧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